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逝世 举国哀悼 不断有大批公众前往设在国会大厦的灵堂 向李先生致敬表达哀思 公众排队进入国会大厦的地点 已经改到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 当局也请公众不要去方宁公园排队 目前还有很多公众在排队 预计进入国会大厦的等候时间需要三个小时 我们现在就同本台记者薛书惠连线 了解大草场的情况 书惠 是的文贝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国会大厦 和政府大厦前草场之间的圣安德列路 我们可以从画面中看到 后面的这些群众 他们其实就是从政府大厦前草场走过来的 还有两个区块 在叫我的右手边的这块区块 是公勒林人士 还有携带年长 还有携带子女 以及行动不变者前来的 所谓的快捷走道 而另外一堆区块呢 就是在后面的这些公普通的公众前来 但是他们是乘搭巴士 到这里 然后就在这条这个区块排队 他们有包括了学生 还有公司的雇员等等 那另外一堆区教长的走道 或者是教堂的人龙区 其实是从政府大厦前草场的另外一堆端 在我画面中看不到的 那些公众他们必须要穿过滨海公园 连着新加坡和途径亚洲文明博物馆 才能够直达国会大厦 需要有好几公里远 所以那是教长的一块人龙区 那据我之前呢 跟一些在这边公众了解 尤其是这个在快捷走到的这些公众 他们认为其实排队等候的时间 比他们预计的来得要短 让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访问内容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久 那是多辛苦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是最后的一个机会 向我们的吕光耀先生 尽最后的敬礼 我们都很感恩 我们是新加坡人 没有Mr.李光尤 我们没有一个这么美好的国家 就是希望李先生可以跟姨太太团聚 可以很快乐在天堂 我有一个打算说 他会有很久了 可是我的孩子他们早来 他说还OK 所以我就快点赶来 今天早上我也是 唯有在国会大厦外 看到了很多一早就前来排队的公众 整个过程是井然有趣的 而且和昨天非常拥挤的情况相比 今天的情况改善了很多 另外我们也有工作人员 在政府大厦地铁站那里负责指挥的工作 希望说可以把源流疏导到政府大厦前草场这里来 那由于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所以据观察那个整个流程还是蛮顺利的 那也有公众说 他们今天早上的等候时间缩短了很多 像7点45的时候开始排队 所以这样子的话 现在是很快 现在大概只有大概是35分钟 我们就已经到了这里了 从星期三晚上开始一直到凌晨 前来国会大厦瞻仰的人潮不断 许多人趁着上班前或上课前赶来 希望向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致敬 我想让他们了解到建国总理李光耀 这一生所发平下来的这个江山是不容易维持的 因为在从第三世界到第三世界 这个过程真是很艰苦 我要开始了解 这一切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 我希望他们可以珍惜 他们先所拥有的一切 也有公众表示尽管知道队伍很长 但还是想带着孩子来向李先生致敬 我们明白这个缀已经很长 但还是要花钱给我们白予 然后花用尽管 致敬 我也觉得很坦白 他已经永远了 这个非常长 我们可以做到现在 是过来而花 encouragement 所以拿着大金子去问他 好